昨晚呢如果您呢有看这个世大运 那的开幕表演呢 你应该会对当中的这个川剧变脸呢 算是印象很深刻哦 因为变脸呢其实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 那透过那个脸谱的瞬间变化呢 可以表现剧中人物的内心和情绪 那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呢 川剧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的 非物质文化英雀 那至于这个呢看起来 大家有看到吗 这是一个刺绣 那这个刺绣呢是这个鼠秀 鼠秀巴鼠的鼠哦 它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巴鼠文化元素呢 其实也融入在昨天这个世大运当中 你可以看到昨天这个引导员呢 他其实就穿着很特殊文样的红色裙装 用火热的红色来表达这个 中国传统工艺当中所蕴藏的这个美好祝福 那这个昨天的开幕式上的烟火兽 其实也让许多人是印象很深刻哦 本届的成都市大运的烟火呢 是以金色的梦想为创意 配合着开幕式主轴太阳神鸟 那这是三年前呢 这个烟火总设计师蔡蔡 蔡蔡黄所构思的理念哦 他希望展现了当代大学生 阳光热情追逐梦想的风采 一起来听大陆新华社的专访 我们提出的烟火的主题 就叫金色的梦想 那这一个主题一直延续到最后 整场的烟火呢 就是在表达大学生在黄金的年纪 追逐黄金的梦想的这一种感觉 就又刚好赶上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后刚好成立这一个大烟火的主题 又叫成就梦想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定义为金色的梦想 像开场的话 就是以太阳声尿的光芒为开始 会形成一个倒计时 那我们配合场类的话 就是跟太阳金芒的咬合 就是每一个金芒出来的都形成一个数字 来引导现场的观众 形成呐喊的一个状态 像烟火以古画笔画的方式 在空中画入一个金色的梦想花 它其实是成都的石花 除了青春火力 它就要表现一种友好跟开放的状态 有点像刚开始就一个花开影刻 好画面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大雨滂沱 今年呢第五号台风杜苏瑞呢 也在昨天登陆了这个中国大陆 他给这个福建啊 宁德厦门福州等地都带来了狂风暴雨 你可以看到水淹这是到腰部 许多地方淹水民众受困 那消防人员抢秀一起来看现场画面 好今天的29号凌晨3点半左右呢 宁德市这个一个村庄呢 是积水非常严重 那这个水呢是达到了腰部 有民众被困在家中 消防人员呢往返多次累积呢 救出受困居民高达50人 而厦门市多个路段也淹水 可以看到呢 消防人员正在推着受困的车辆 也救出至少4名被困的居民 而随着气候变迁 巴西南部呢 其实大西洋沿岸更是出现了一个特殊景象 就是蓝色海洋 你看到画面上 这样子蓝色的光点 荧光色的蓝在海水的表面呢 有这个巴西的蜻蜓水球选手呢 他发现了蓝色荧光的海水 对此呢生物学家表示呢 这是因为全球暖化导致呢 夜光草等浮游生物增生所导致的 好 从刚才的画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每当这个滑桨呢碰到水面的时候 海水就会泛起这个蓝色的荧光 这是夜光草所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 专家表示呢近年来海水温度上升 不仅影响了夜光草的洗性 也可能导致浮游生物是大量的繁殖 恐怕会对海洋生态构成威胁 而另一方面呢由于暖化加剧冰川融化 全球呢作地的冰川呢 消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也让一名失踪超过30年的登山客 他的遗骸呢是重见天日 好 那其实呢 这个登山客呢 它呢是德国籍的 它在1986年在瑞士的马特红山 马特红山附近冰川呢 践行的时候失踪了 如今呢随着冰川融化 BBC报道有其他登山客在践行的时候 发现了一具遗骸 那注意到有一只绑着红色鞋带的登山靴以及冰川 使得这位失踪已久超过30年的这个登山客 它的遗骸以及个人物品又重见天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只菌种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并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我们下单之后 关心说明今天有什么都移用 此等私採用 嗯 顶外的折扣